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怎么是你们俩个 林一姐 那小孩 谁啊 不用你管啊 你们俩个快闪 你看什么看啊 你什么 我突然间觉得就是感动 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你身上伟大的母性 给我闭嘴 开玩笑了 小亮亮 还认的叔叔吗 妈妈 妈妈 你怎么能够伤啊 感情这些年 你不知道我跟小孩都有了 还这么大了 李练姐 你对得起我哥吗 我哥对你可是一片痴心 竟然这么对他 你太过分了你 小李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我跟你哥哥早就分手了 而是我现在跟你和你哥 没有一点的关系 知道知道 姜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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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敢做 敢做 敢为是个好 好 好女人 我 我金鼓欣赏你 佩佩佩佩佩佩 你给我把嘴闭上 我算是弥漫了 什么叫做罪毒妇人心 应该就是你这样的 水心洋化的女人 亲爱的 我们走 别理她 姜姐 这事有点意思啊 我给他们咱俩再约啊 我告诉你啊 我准备写了我那小说的 保证精彩 再约啊 再聊 拜拜 两个小混蛋 我们走了 来了 又来了 没来没来 怎么是你啊 啥 这么说 亮亮不是西诺 亲生的孩子呀 当然不是啦 你看看我 就知道我外甥的为人了 我们西诺别看着平常啊 一副那个无所谓 好像没底线的样 其实啊 她是最有底线 最有分寸的一个人 未婚生子这种事 我们家西诺 那是绝对不会干的 嗯 这虽然不是她亲生的 是吧 可这件事 让外人知道了 那也挺磕着呢 我的天哪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 您的思想还这么不飞神 您的思想要是再不进步 哎呀 那你就要被 时代前进的车轮 撵过去了 我说这些话 自然有我的道理 啥就撵过去了 撵就撵呗 只要撵不死 谁也把我留不了 时代这边 我也自然要到那边去 其实啊 你的顾虑啊 我懂 你看我们家西诺还单着 本来呢 一个未嫁 一个未娶 两个人又彼此有情有义 两个人操到一起 那是刚刚好 你说 就突然冒出这么一个孩子 哎呦 别说你啊 就是我看着他们两个 我这心里也是 这七上八下的 其实实话跟你说 亮亮这孩子呀 哪有可爱了 嗯 可这是过日子呀 不是过家家呀 我就担心我姑娘的终身大事啊 没弄好 我上那边去 我老头啊 该怪我了 那你说我这个担心 没有什么不正常吧 谁说你不正常了呀 你的担心是必要的 但是不能犹豫啊 哎呀 要是你都止步步钱 那你说 这两个孩子的事 不就更没谱了吗 那你说咋办呀 你呀 听我好好跟你分析一下啊 现在呀 其实吧 是有点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嗯 我们西诺 虽然答应扶养这个孩子 但是 不一定费得他本人带着 那才是扶养啊 你想干啥呀 把他送点 我 你敢 哎呀 你听我说完嘛 你说 我们西诺 哪能带孩子呀 对吧 嗯 再说你们家刘琳啊 他虽然呢 心地善良 但是他也不能 天天带这个孩子呀 所以说啊 亮亮跟着他们两个 那不会得到精心的照顾 你说是不是 这我寻思寻思吧 你说的呀 有点道理 嗯 可你说亮亮不跟他们 跟谁呀 哎 不是有你 我 还有我表姐嘛 咱们可是 有爱心 有时间 有经验的 三有人事啊 咱们三个 谁也比他们两个人合适 哎呀妈呀 我咋就没想到呢 对呀 本来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嘛 嗯 说不定啊 还是 好事 多么也 那刘琳说说 其实啊 这个亮亮 就是他们现在爱情之间的 一点小插曲 嗯 啊 他们彼此都喜欢这个孩子 但是彼此之间呢 又有那么一点小误会 嗯 哎 但是 这并不完全影响他们 这个浪漫的一波三折的交响乐呀 只要他们彼此的你有情我有意 那么这个可爱的亮亮 那不单单是个小福星 还有可能 是他们浪漫的爱情的助力气呢 那这事 你整明白了 嗯 我整明白了 嗯 他俩整明白了吗 哎 这才需要你我联手啊 我们找个有力的机会 天时地利人合 一凑齐 到时候你我 再轻轻地 推他们一下 哎 这就叫 轻轻推一下 胜利一大步 真的 老将出马一个丁俩呀 你我出手 那还能不胜利吗 嗯呢 我听你的 耶 其实他 妈 我回来了 哎 灿灿叔也在呀 你们好像挺熟的 啊 当然了 我 快让他走 什么 哎呀 这世界真奇妙 之前 亮亮不是在我们家 哎 现在 他不在你身边了 那你们先慢慢聊 我带亮亮回房间 我进去了 好啊 哎 你先坐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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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慢用 请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有一对父子从饭店里出来 听到一个男人走进奔驰车里 儿子就说 开这种车的人肯定没文化 父亲就说 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没有奔驰 我今天来 可不是来听你讲故事的 你没听懂这故事啊 那我告诉你吧 这个故事就是说 人越是炫耀什么 就是内心越缺少什么 这种炫耀呢 就是由内心的焦虑 和不自信引起的 也是一种急于证明自己的 表达方式 原来你捡了我洋洋不要的男人 日子也不好过啊 要是不好过的话 你的短信 舒逢能让我看吗 要我说呢 既然都离婚了 就痛快利落点 别死记巴里巴着 我们家树峰的房子 难道你还要独守空房 等着树峰回心转意 你做了这么多 不是就想要这个吗 要是喜欢 你拿去 牺牲了这么多 不要脸 不要自尊 也挺不容易的 你再说一遍 谁不要脸 要不是你不要脸 缠着树峰闪婚 插住我们六年的感情 我跟他早就结婚了 你还挺理直气壮的 六年的感情 连一张结婚证都换不来 还在这儿假扮福利金 装可怜 撒谎 你也太可悲了吧 你再说一遍 你想听是不是 好啊 我再说给你听啊 你就是抢别人老公的 你托我 你送上 你怎么在这儿 书峰我 你放开我 你要干嘛 书峰 你再不来 我就要被他打死了 我好怕 书峰 没事 陈书峰 你就是一个玩偶 你会一辈子 被他牵着鼻子走 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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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走 陈书峰 我如果再稀罕你 如果再为你伤心 再为你倒一滴眼泪 我就不是洋洋了 你知道 我今天呢 是特地找你来的 我知道 陈书峰 你是为了亮亮的事来的 可以说是 也可以说不是 别笑别笑 严肃一点 难道你阐阐书 今天有这么认真的时候 我跟你说 亮亮已故的妈妈 叫龙孟青 她是西诺初恋的情人 却也是 带给西诺创伤最重的女人 八年前 西诺刚刚学会打理公司的业务 在无锡 他邂逅了龙孟青 便陷入了一种热恋 可是她哪知道 这孟青是为了她的男友吸毒 而需要资金 才刻意地接近她 我的表姐 为了反对孟青和西诺 相信了一切办法 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当西诺知道真情的时候 她已经陷入情网 不能自拔了 爱上一个女人 本来以为可以相依相味地走到人生的终点 可是没想到 她这么爱的一个人 对她从头到尾都是欺骗和背叛 而挖出这事情的真相 残酷地摆在她面前的 恰恰是她最挚爱的妈妈 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西诺心里最痛最深的秘密 你没看出来吗 她表面上看起来 似乎是玩世不恭 衣食无忧的公子哥 其实她的内心里 把一切都自己扛起来 那才能说 她收养亮亮 是不是因为她心里面 还爱着梦青 丫头 这个事 应该你心里比我清楚啊 我怎么知道 其实呢 西诺是个心地特别善良的孩子 她总觉得自己强大的 可以把一切都扛起来 过去对玉米是这样 现在对亮亮也是这样 灿灿叔 你还知道玉米的事 丫头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 应该是你灿灿叔不知道的吗 你太厉害了 这世界上有一种人哪 表面上看着活得开开心心 大大咧咧 稀里糊涂的 其实啊 她的心里跟明镜似的清楚 那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缘分啊 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啊 好了 你灿灿叔的话 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你自己 好好地 幸福 拜拜 拜拜 dileere 睡在火灭 arbit许 好了 哎呀 76 才感觉把 eer栖色 我当然不愿意跟你走了 这卡里有二十五万 是琉璃还给你 琉璃还我 跟你等会 我得用艺术家的思维方式分析一下 这里有破绽 这第一呢 琉璃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第二 他怎么不亲自给我呢 行了 那你知道就好 那钱是我帮他还的 你以后就别再跟他提钱的事了 哦 明白了 你又明白什么了 装什么胡同 我今天在大街上就看见琉璃了 你知道吗 还有亮亮怎么会在那 喂 你不用告诉我 你就跟我说 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一起的 你是小说写多了 妄想症发作了吧 发什么作呀 人亮亮还喊琉璃喊妈呢 我懒得跟你解释吧 我得想象力 用你小说理去 哎 哥哥哥 同妹 这 这这么严肃的问题 你可别 别逃避啊 你是不是拿那个亮亮 打击爆不琉璃 什么意思啊 还 还什么意思 这亮亮是你带过来的 你现在这身份还来路不明了 是不是 你说琉璃 人家一女的 还 还是没出嫁 你把人亮亮放在他那儿 人家怎么看的 我会不知道吗 哎 哥 我还没分析完呢 琳璃 你终于下来 你把这些拿回去吧 你送了这些花什么意思啊 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如果我有任何地方 令你不愉快 我道歉 但我只是希望你知道 我一直记得 你以前跟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萧强 那些都已经过去了 没过去 在我的脑子里面 在我的心里面 我一直记得 你说希望你的男朋友 送给你一满屋子的花 以前我没有能力 今天我做到 是试迟了几年 但是我还记得 谢谢你帮我完成 那个时候的梦想 可是现在我想告诉你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祝福我吧 好吗 为什么不 灵灵你这么漂亮 有男朋友是很正常的事情 我还曾经担心过 你为了我会拒绝所有的男人呢 你知道就好 我现在工作 不方便耽误那么久 你干什么呀 收下他 我就走了 你又送我话又送我礼物 你让别人怎么看我 你管其他人怎么看的 谁在乎 我们俩的关系 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带上他 我就走了 带着他你就走了 那我就当是普通朋友 收了你的礼物 快带带带带 带完快点走 快呀 快一点 带上了没有啊 好了没有啊 我自己带我自己 我自己 你快走啊 快走 快走 花 走吧 老板 您就要的事办妥了 他叫陆西诺 是陆西地产的老总 老总 他很有钱吗 他是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 业界对他评价很高 他算是上海地产的一匹黑马 自从他接手他母亲的公司以后 陆西地产就建议成了 行业内的领军人物 领军人物 黑马 我感觉林林不接受我 就是因为他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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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哥 听说你又去找林林姐了 我跟你说过 他已经有小孩了 肯定早就背叛你了 你懂什么 我相信林林 你相信他就不相信我 我可是亲眼所见 亲眼 我肯定你看见的那个小孩 是跟林林无关的 哥 就是他 你小孩就是他跟林林的 是吗 百分之百 就是他 这个是以你的智力水平推测出来的吧 当然啦 我看未必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林林 他对我一心一意 哥 你小心走火入魔啊你 你等着看 进来 陆总 这是光害成了所有的宣传光案 你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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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 是想跟我解释有人追你的事吧 好 好 好 没有解释 这很正常 祝你幸福 还有 这两天麻烦你照顾亮亮 辛苦了 我会尽快把她接回来的 其实亮亮跟我在一起挺好的 陆美 进来一下 陆总 什么事 今天晚上有安排的 没有 下班以后 咱们一起吃饭吧 好啊 为了狗屁爱情 干杯 去 这你他们 哪有爱情 都是狗屁 特头特美的狗屁 我心里现在还有点点 就这么一点点 存着有力气吗 你还是把你仅存的那一点点 留给自己吧 等等哪一天 你把你那一点点 给了你 觉得对的不能再对的男人 就会 会怎么样 幸福会连本大令人还给我 就会连着青春一起 打包倒贴进去 给一个一文不值的臭男人 允许他把脚放进去 耍完无赖之后再踹两脚 对对对 就跟我一样 失婚又失忆 对 然后你那个存着的 仅存的幸福 瞬间变成惊涛骇浪的痛苦 活活地把自己 拍在追爱的沙滩上 来 你后悔了 你后悔了对不对 是不是 你说 我们怎么都活得那么假呀 怎么那么假 为什么 受了伤之后 还要自欺欺人的坚强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你看人其他的女孩 别管在别的男人面前 平时多么背心金刚 只要一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 海上就变得娇小可 可是为什么我们都已经 天窗白狗了 还装着刀枪不入 我后悔了 我后悔了 我后悔当初在发生那一点点 爱情的冲动的时候 没有一手掐死 我后悔了 嗯 我也后悔了 可是我心里面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感情 怎么办呢 哼 说了半天 你还是在对你失去男人感到惋惜对吧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世界上把男人派下来就是跟我们阴阳协调的 我们美好的幸福生活跟他们没关系 真的 我好像 这儿懂了 这儿懂了 可是我心里还没听懂怎么办 简单 就给你的眼睛 啪 装一个红外扫描器 爱你的 真的心疼你的 放下 剩下的 万万不可 妄自非多 坚持底线很重要 你明白我意思 你懂 我懂 我好像听明白了 可是我好像也不太懂 我知道 我们两个必须要喝起来 喝起来 你不要告诉别人了 其实我也不是很疼 没睡醒了 有了 那 那也有 你咱知道吗 你看天上 所有的心想 其实都是我的认识 真恶心 你师哥练怎么变成竖琴范儿了 高文一青年是不是 我一直都是 我跟你不是一个范儿 我是骂人范儿的 我要大大方方的骂人 等会儿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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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担当 没有 责任感 就应该被我 扬扬甩 我告诉你 我 我恨你 你恨我自己 我恨你 露西诺 你给我听着 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你以为我真爱上你了 狗屁 你狗屁都不是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你招惹他我就没事了 露西诺 你听到没有 你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别赖了 快起来 臭男人 你 我看你了 你 真的 因为 你 你 这干吗 没干吗 给我 什么 给我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呀 这么好看 丁娟 你一点都没有变 没错 我就是那个 我自始至终都没变 不像你半途还去结个婚 你还讲那件事情 每天翻来倒去 没完没了的 再说 我为什么犹豫没跟你结婚 你想通了没 好笑 陈淑峰你搞清楚 你犯的错让我想原因 该反省的人是你吧 就是你这种 喜欢溃态别人隐私的小毛病 所以我跟你在一起 我喘不过气了 你知道吗 杨阳从来不会这样 婚都离了 你还念念不忘她的好 既然她这么好 你干吗跟她离婚啊 她懂你 她尊重你 你干吗要吃回头草 管不好自己 还要来管我 就死你 好啊 讲完了吗 开心了吗 大半夜的我不想闹 你说不闹就不闹啊 我告诉你 我不是你那个客人的前妻 陈淑峰 你搞清楚 对我好 就是对你儿子好 否则的话 我可不敢保证你儿子的健康啊 听俊儿 你这是什么话 你用我们的儿子来威胁我 威胁不威胁 要看你的表现 你 我跟你再说一遍 我的手机你不能碰 喂 齐诺 你别废话 你现在给我马上出门 现在几点了 什么事 来来再说 喂 齐诺 什么事 什么事 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快出去 我 我跟西诺出去 有问题吗 陆西诺打来的 不一定是陆西诺找你 是 说吧 是不是跟杨有关 你干什么去啊 你给我说清楚 你干什么去你 让西诺亲自跟你说清楚好不好 你什么意思 你自己打给他 反正我跟你说什么 你就觉得我是骗你的 打电话去问他 问完之后睡觉 不用等我 什么机会 你 你 怎么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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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么的爱他 永远得不到回答 得不到回答 越想他 越爱他 然后怎么来着 就在心里画一个茶 不是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茶 就在记忆里画一个茶 我想尿尿 尿吧 我们就是回家了 我们已经到家躺下了 丑呗 丑呗 小鸡仔 你别拉我 你长得好像陆星呢 皮肤还挺好 你到底是谁啊 陆星呢 你放开他了 不玩了 回家了 你到底是谁啊 你 你放开我 你想赚我便宜啊 你放开我 陆星 你是不是这么心哪啊 你不是这么心哪 喂 你在琉璃身上装了GPS啊 这么远你也找得到 你都来晚了 前面有更精彩的你都错过了 小鸡仔 我们是在飞吗 对啊 我们已经到天堂了 小白马 啪啪啪 我这是黑马 你跑快一点 老大车 刘大车你知道了吗 嗯 曾经有一个男人对我说 背着我 就像背着整个世界 您知道那人是谁吗 谁啊 他是陈树峰 他这种满嘴跑火车的 甜言蜜语 把我的整个世界 摧毁了 你就知足吧 至少还有人背过你呢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不能跟别人说 从来都没有人背过我 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在怀下 如果有一天 我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我们两个亏首 拉着手走在街上 开心的时候他就把我背起来 然后还跟我唱歌嘛 可是 我一直没有觉得 露西罗里的大混蛋 不是罗里把所有的跳舞毛病 就是千万百万的恶搞我 阿姨 真是抱歉 让你担心了 还没事没事 给你俩添麻烦了 你说这俩孩子太让人不省心 不 是让您不省心了 还有 今天我和树峰送他们回来的事 就别跟他们说了 你就是那个杨阳的那个 在让我们重开 화� Bulgar 把 并聪明 中文字幕——YK